月球的背面应该就是外星人的基地了 首先今天很开心找到薛良凯老师 来跟我们谈谈这本月球之书 然后这本书很特别 如果你从头到尾看大概要花三个小时 但是如果你只看它的左边的话 大概十分钟就结束了 真的吗 对 那如果你看它的右边大概要两小时五十分钟 因为这跟变魔术一样 如果你只看它的左边 就是全部都是图 百分百的图 所以就把它从头翻到尾就已经翻完了 但是如果你要看它的右边 这就比较硬了 其实Kevin你听过吗 你知道月球的历史比地球还要长 是喔 月球的历史比地球长 那你想到什么 这先有月球才有地球 月球是地球的爸爸 不是这就很诡异啦 你知道我就这样 为什么对月球有兴趣 是因为这书里头有提到希腊的天文学家 这个希腊的天文学家 其实是在埃及做研究 为什么呢 是因为希腊人把埃及人灭亡了 占领埃及那叫托勒密时代 所以他就在埃及的亚历山酌的地方 亚历山大博物馆在研究 他研究以后看到先知一句话 先知说什么 他说据说古时候没有月球 然后到了近代才有月球 他就看到这句话 因为他是科学家 当然他有证据嘛 他是第一个算出来月球的大小 地球跟月球的距离 然后地球半径直径 当然差很多啦 不过现在看起来就很厉害了 为什么 靠肉眼 就是计算的方式是正确 但答案是错误的 方式的过程大概就是这样子 是有误差啦 误差比较大 可是可以 方式是正确的 对 就误差六分之一 当然现在说那巨大的误差 不过你知道 在肉眼的时代真的是很厉害 嗯 是很厉害的喔 对 然后我就是读到这一些之后 后来很有兴趣嘛 想说这个月球太特别了 然后我是很喜欢改动机嘛 就在几年前吧 我就把那个iPhone 你知道天文王眼镜有很多衔接环 对对对 我就改改改改改改改 然后用iPhone拍个月亮 你知道有多大 多大 就是在镜头上屏幕这么大 看得跟着书这样清楚 就用iPhone改的 然后因为他速度很快 所以你要跟着他拍 就是听说他撩妹很有用 或者是看对面的妹 我还想你跟我讲说 月球都可以看这么大 你隔壁看这么大 我都不好意思说 我脸都红了 你会看到你对面的女孩子是颠倒的 没什么好看的 其实我跟你说 你看到是 左右相反双双双双双对不对 你只要再加一个铃镜 它就整了 对实际上是 如果要看对面的都会买那个铃镜 真正在看天地的就不会了 因为你看月亮颠倒也没关系 因为它还是个月亮 在太空中没有颠倒 但是看对面的妹妹就有颠倒的事情了 如果有我们那个镜头 警察都要去抓 Kevin你是常看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关鸟的时候 鸟如果颠倒 对我们会造成困扰 可是 可是关鸟是双头 双头是正的 有一些单头也是正的 那接相机也要 你接相机也要 你再摆嘛我就不相信你转 光明明就在看 最近被放出来了 我觉得那个观察星空真的很不错 我跟你讲我中学的时候 有一次观察 然后天上就有一些亮点在动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卫星 聪明 然后我知道它都是有一些是同步卫星 同步卫星动得最快 因为它要跟地球同步嘛 然后我那小时候就看到有些星星就这样动 然后 有问题 不是 我们叫它UFO U字最有趣的 U是什么意思 就是Unidentified 就是你根本不明 没被辨识的 不明飞行物体 我小时候经常看到 小时候看到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你常观察星空 是会看到这些的 然后我是这样 就是我今年十一月要去戈壁露营 然后我们呢 挑什么时候去露营 你知道吗 我们最害怕就是这个东西 月圆 对 所以我们都挑 这是初一去 有狼人 因为我给你介绍一下 就是初一的时候 你在戈壁露营 然后没有月亮 没有光害 光害是零 就最近一个城市 可能就是几百公里外 完全无光害 天上是看到星星有多少 就是没有一个黑的地方 然后银河多 它是一个光柱 你知道吗 这样为什么会很害怕 因为月亮来就光害就看不到银河 所以我们就很害怕月亮 就关心的时候 光害 然后那个流星是 刷刷刷流星雨 刷刷刷流星雨 刷刷流星雨 那你许愿根本就可以不用那种 蛤一下 不用你可以慢慢的 先列表 可以慢慢再比较列表 慢慢的照着念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登月的过程 我没看过 我那个时候还小 有录影带啊什么的 登月 有有有有有 你猜猜看月球上面 有几个人 到底现在有什么东西在上面 谁去过月球 什么东西在月球上 月球上面 除了变形金刚后面的外星人基地之外 美国的旗子嘛 太空人乱丢的照片嘛 他们是装乱踏的脚印吧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些东西 还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 我跟你说啊 我们一般都知道阿波罗十一号 对对对对 就是阿波罗前几号去探测 十一号是降落 后来十二号也去了 十三号本来要降落 结果没成嘛 拍成很好看的电影 后来十四十五岁很多号都去了 结果才发现 不是只有美国人在上面 嗯嗯嗯嗯 苏联人也在上面 就是他的登月亭呢 还有苏联的 然后呢 中国大陆也有登月亭在上面 然后中国大陆 现在还有一艘登月亭 刚好就在月球的背面 在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因为他 因为没办法通讯了 不但没办法通讯 而且还有一个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当你要去观测跟控制它的时候 时间会比较慢 嗯嗯嗯嗯 然后大家都好奇阿 各位知道那个月球 总是同一面对着地球 都是同一面就很诡异了 是不是有 哈 阴谋论嘛 关系很极低 是啊就是你干嘛都同一面 是不是要观察我 所以背面是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这次玉兔号去了以后 发现几个秘密阿 就是大家这书都有写 第一个秘密是 哎你不是说美国国旗过来的吗 有吗 旗子在哪呢 旗子不见了 对啊是不是外星人出来 就是有些老人 现在老人不是流行三件事吗 嗯嗯嗯嗯 就是死荒退伦一步小孩 就有些外星老人就 把他捡走 就想说谁的垃圾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在月球上 我记得他们阿姆斯庄的时候 要回来就要清便 就把不要的东西就留在月球上 三十几代的那个 便当盒 对便当盒 三十几代便当盒 所以以后各位到月球 不要以为那什么塑胶袋是宝物啊 就打开一看 哇 全部是阿姆斯庄的便当 所以你要就小心避免一下 那个地方就 大便小便都在 不过阿姆斯庄当时要登录的时候 其实非常非常的刚好而已 刚好 因为他们当时要登录的时候啊 电脑就当机 我们称为蓝瓶 警察城市管理员 所以他们那一台登月艇 要登录的位置是错的 他们要登录 会登录在一个历史区 所以是错的 所以他们手动就要让他 飞到更远的地方 地球那边就跟他说 他最后只剩下60秒可以登录 只要这个60秒内 他没办法登录 他就得要回来 不然他这辈子就回不来 到了30秒的时候 他也还没有登录 那他最后最后的一个 临界值的时候 才登录在月球上 哎 我觉得挺恐怖的 因为你看从月球到地球这么长时间 嗯 你就会有延迟嘛 对 就说请注意 他其实已经发生事了 你知道吗 然后据说明年吧 明年 那个Max要发射最大烧的太空船 Starship 发去哪里 火星 先去Moon再去Mars 对不对 100个人耶 可以载100个人 这么巨大的火箭 荒上去 明年就要发了 对啊 明年就要发了 不知道谁有信 你买到一张Ticket to Moon 在那里刷卡 刷卡 我们大概就 看转播就好 听说好几个有钱人在台南区 还有有钱人本人也去 其实还蛮危险的 但是所有的先驱 都是还蛮危险的 第一个上太空的狗狗 最后也没有活下来 说到这个 你知道有多少生物上太空吗 不知道耶 不知道 我给你分享一下 美国人最喜欢送什么上太空 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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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那个苏联人最喜欢送什么 乌龟 狗 狗 奇怪对不对 不知道美国人就送猴子上去 然后呢 据说第一只猴子 这个就是 比较不在苏联头写 第一只猴子下来之后一打开 熟了 熟了 狗也是 狗第一只上去下来 反正都熟了 没下来 那就没有公布 为什么没公布 你想想看 如果公布一打开熟了 那全世界都知道上去很危险嘛 主要就是发现了隔热这件事 嗯嗯嗯 因为你火箭回来的时候会非常热 可能有几百度吧之类的 那就跟一个Oven炎炸就熟了 所以后来才知道要慢慢去隔热啊这些东西 因为这本书刚好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书 所以它的观点跟整个轴线大概就是 美国人的登月的五十周年的这个事情 没错没错 他前面写的大部分都是古老的人 看到月亮的一些反应 后面写的就是他们整个历程 但是里面缺少了 嗯 就是俄罗斯那边的 对它其实俄罗斯 中国大陆 日本 澳洲 其实竞争还蛮激烈的 法国 德国都没写 因为当时的太空竞赛才导致人类上太空的啊 在这个中间的太空竞赛 你送了狗我送猴子 你送乌龟我送爹 真的 我看维基统计大概有一千多种生物 上过太空 一千多种 还轮不到我们 奇怪了哈 妙的就是俄罗斯啊 还送了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都列为机密 因为他们习惯把成功的任务才编号 不成功的事情列为机密 贴成30秒一段这样子 对 变抖音了